今年内容是过去十五届以来 最多的一次 陆海空天电 全面都有 包括军工企业和民间公司 机极展出各种类型的 可企悬翼的飞机 让我们非常印象深刻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 解放军空军现役的歼2史 从外观看不到的科技 比如空电 发动的进化 乃至于未来 可能具备无人机母机形态 我认为这个载台 未来它发展 有非常多的潜能 我想中国大陆未来 我们会借由像 诸外航展的一个平台 更多展示 在科技发展 在相关运用上 对整个世界提高它的通力度 中国大陆特别是在无人体系 它各种无人机 民用或军用 或者军民通用 大概好几百型 这是搭上了中国大陆这几年 所强调的 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策略 比如说攻击疫情 攻击恶行 还有像能征止 双尾歇 此外值得大家祝 未来它用无人机 作为载台 实施海上的巡逻 甚至返潜 在技术这个部分 它已经取得了 合作的成果 对 只是未来如何 它的无人机 和友人飞机进行搭配 发展相应的战法战术 这个可能是它未来 积极努力的重点 今年就内容来讲 我认为是过去15届以来最多的一次 也显示了中国大陆在发展军武 更多的自信 它的整个企图性是很大 就是陆海空天电 全面都有一大堆的东西 这次隐形战绩 大家看最多就是苏57 这次有两架参展 一架放在地面做静态承展 然后飞机旁边顺便陈列了 配套的空对空 空对机各式武器装备 另外还有一架 就是每天做精彩的飞行表演 每天飞 每天飞 即使下雨 即使云层很低 它照样飞 比如说卧夜瓢 一些小角度大机的转弯等等 这个60几岁的飞行员 居然能够那么大胆 那么激烈的操控 也确实佩服它的技术和它的体能 总体来讲 苏57确实在机动性能 给大家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架飞机是三型隐形战绩里面 曝光度和讨论度 我觉得最高的一个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 解放军空军现役的歼20 歼20这次大概就是用双击的方式 飞进来展览 它并没有降落在机场 而且跟大家近距离的观赏 不像上一届航展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美中不足 当然双座机这次没有真正的时机成展 只是用模型机 在中国航空工业 它的展场里面 和歼35的模型一起展出 我相信从外观看不到的 它相关的科技 比如它的空电 发动力的进化 乃至于未来歼20这种双座机 可能具备无人机母机 这种新时代的 或者未来的空战形态 我认为这个载台 未来它发展 它有非常多的潜能 和可能超过我们的一些想象 特别是中国大陆在无人体系 已经不限于无人机 像它各种无人机 零零种种加起来 民用或军用 或者军民通用 大概好几百形 这个在全世界范围里面 我认为都是非常罕见的 显示中国大陆各公司 包括军工企业和民工 是积极抢这一块 而这一块 其实就是搭上了中国大陆 这几年所强调的低空经济 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策略 这个部分既有军方面的元素 也有民方面的元素 这个部分 以它的体制这样子 投入众多次元去发展 我认为未来它的发展 真的是各国都会形成 一个很大的压力 它这个压力来自于 它不只是只有无人体系 这种无人飞机 更重要就是相关的管理 相关的软体 相关的法规 还有它相关的配套 一些周边的系统 其实在这次的展里面 都有完整的展示 而这个压力 目前现阶段 各国是感受到 中国电动车的压力 至于说另外一型 就是前三鼠战机 很可惜 它每天只是匆匆一飞 飞到这个现场 可能逛个几圈 短时间让大家知道 我这个前三鼠 相关的基本的飞行能力 很可惜 它不仅没有降落 而且滞空的时间 也不是很久 总体来讲 这个飞机 很多西方传媒说 它是美国F-35的仿制版 我个人认为 这种所谓 纯粹的copy或抄袭 就F-35和J-35来讲 除了外形外 只有35这个编号 事实上 就整个空气动力设计 还有它的配备来讲 两者确实是差异太大 比较F-35和J-35 其实还是必须说 F-35在技术还有整个成熟度 还有衍生的战法战术 以及相关的运用来讲 对比尖-35 它还是有很大很大领先的优势 但就像我这次看珠海航展 发现它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 而且在很多黑科技这个部分 有它自己很擅长的一面 所以这个尖-35 未来这个快速发展 这是指日可期 这次无人机 在解放军制式装备的无人机 其实就有大概两型 比如说攻击一型 攻击二型 这是他们制式的一个说法 就是攻击型这个无人机 它的外形就像翼龙系列 那另外还有像无争7 那此外像这个很多航空集团 所展出的 像是双尾歇 在台海周边也活动 那此外这次这个无人机 它的推进方式 除了传统的包括前面 后面或者地面上 那还有所谓的可请悬疑 就像美军的V-22 类似这样的设计 但这种配置事实上过去来 在我们观察这种飞机 也觉得不太安全 为什么呢 V-22就是三不五时会有坠毁 会有一些飞安的事故 但大陆这次在很多公司 包括军工企业和民间公司 积极展出这些各种类型的 可请悬疑的这个飞机 或者类请悬疑的飞机 让我就是非常印象深刻 当然纯粹就技术角度来看 很多公司所展出的产品 或者飞机 它本身是不是有完全成熟的技术 可能打一个问号 那我们还看到 他们展出了电控的可请悬疑 或者垂直悬疑 发动机的雏形 电动机的实体 他们也承认 这个东西目前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而这样的电控 它与传统的发动机相比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相对比较稳定 不会有一边强一边弱 这种动力失调而衍生的一些飞胺意外 那另外还有一个厂 在离主场比较远 它选择了一个港口 做无人艇 无人船 展示 还有进行无人机的飞行秀 其实它已经成为中国的武器展 我想中国大陆未来 可能会借由像朱海航展 这样的一个平台 更多展示它本身在科技发展 在相关运用上 对整个世界来讲 提高它的透明度 还有在太空领域 对 对 对 叫做航天 这是比较特别像 中国大陆也有它的迁返计划 在现场就展出迁返计划 它所发射这种微卫星 它的实体 那马斯克搞所谓可回收式的火箭 中国大陆也在搞可回收式的火箭 也有时候相关的发展 其实它是紧追国际潮流 在这个部分 包括它公家或者民间的公司 未来这样积极发展所插出的火花 来确实会让大家了解到 未来在卫星发射这个业务 或者太空探索这个部分 那大陆绝对会变成国际太空强国 从这次展出的内容里面 其实这个部分让我确实也是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看得出来就做航展 很多面相没讲 OK我们今天谢谢总编 再见